向往自由的海豚 海豚小微住在黄金海岸边的水族馆里 大家久等了 现在让我们欢迎水族馆的明星 海豚小微 小微是水族馆的大明星 表演各种特技给客人看 小微的表演每次都吸引很多客人 让水族馆的新兴老板赚了不少钱 只要小微继续表演 我就能赚大钱了 不管是跳水 翻转 还是穿着裙子跳舞 都难不倒小微 不过他最拿手的 就是把球顶进篮筐 让大家久等了 现在小微要表演顶球 这次他能顶进篮筐啊 小微开办了 好开啊 但是小微一点也不快 他每次往外看到一大片海洋 就很难过 虽然在水族馆工作有东西吃 可是我还是想在海里自由地游泳 有一天 小微再也受不了了 我要离开这里 他用力一跳 翻过水族馆的围墙 落入大海 星星老板发现后 生气地大叫 我会把你抓回来 你还要继续帮我赚钱呢 小微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他开心地大喊 我终于自由了 不久 小微看到前方 有一群海豚 正在快乐地玩耍 如果他们看到我跳舞的样子 一定会想和我做朋友 小微开始跳舞 但是那些海豚却惊讶地看着他 当小微跳完舞后 海豚们却安静地掉头走了 难道他们对我的表演没兴趣吗 也许我应该回到水族馆 小微难过地说 突然 小微听到一个可怕的声音 这只海豚很好吃的样子 刚好可以当我的午餐 原来是一只肚子饿的鲨鱼 小微非常害怕 心想 我必须赶快逃走 于是 他开始绕着鲨鱼转圈 准备逃离 鲨鱼生气地跳起来 你到底在做什么 乖乖地挡我的午餐吧 小微吓得嘴巴大开 对了 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小微灵机一动 带着鲨鱼 游向水族馆的围墙边 你是逃不掉的 看我呢 鲨鱼用力一跳 准备把小微一口吞下肚 小微趁鲨鱼跳出水面时 像顶球一样 把鲨鱼顶向水族馆的方向 哎哟 鲨鱼钓进水族馆的水池里 其他海豚都为小微欢呼 小微 好棒哦 谢谢你帮我们夹走鲨鱼 谢谢 从此以后 小微和其他海豚一起生活在大海里 这只鲨鲨看起来也很好吃 你别过来 鲨鱼则呆在水族馆里 每天把一口菌芽 对着星星老板 让它吓得要命呢 你别过来